今天就是台湾人每个人都在戴口罩 你们干嘛不写 你的生活风势已经被改变了 这种被共产党的病毒已经改变了 你还要无知无觉 哪一天突然就是独裁降临 你还不懂吗 这个就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只有这个地方在出版我的汉语著作 其他比较香港它也沦陷了 像美国他们虽然有一些汉语出版社 但是他们总体来说那个出版质量不高 台湾还是一个就是中文著作在这出版 它应该是品质最高的 而且它有这么一个氛围 也有这个传统 如果说我现在我是住在德国 住在德国的话 台湾在这个地方让我就是给我这样一个作家 就真的就是母欲之国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失去了 我就不可能像托马斯曼曼他曾经说 我在哪儿 德语就在哪儿 如果失去了台湾 我就不可能像他这么有底气的 说出这么一句话 这是我作为一个特定的时代的录音机 我的愤怒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我那个记录罪恶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他们作恶的这个速度 到了今天就是两年过去了 可能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病毒 它是从哪里来 科学家们他们在证明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但是他们几乎就服务了一个问题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还是化学武器等等等等 它就是从武汉传出来的 武汉蔓延到全球 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 杀死了几百万人 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就是根本就忘记了这些 今天这种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是说台湾人每个人都在戴口罩 你们干嘛不洗 你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 这种被共产党的这个病毒已经改变了 你还无知无觉 哪一天那个突然就是独裁降临 如果说乌克兰不这么就是抵挡 抵挡住那个普京的侵略 然后两个独裁大伙一下子连手 有一天 突然这些末日降临 你还不懂吧 这个就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当然是愤怒非常地严厉惊 他不可能改变 怎么可能 他这个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是一个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到时西方世界认为他可以改变 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什么经济的利益 通过那个就是互联网促使他改变 但是甚至有一个作家叫 叫弗兰西斯福科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历史的终结 历史终结论 他认为就是这个柏林墙倒塌之后 历史就进入了一个终结的阶段 就在那个时候就会终结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们进行了屠杀之后 然后改变了策略 就是把这个金钱作为人类唯一的宗教 那么中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 不是这些民主世界改变了中国 而是中国改变了这个民主世界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你的惨败 你的美国 你的欧洲 今天这个样子 你们这些政治家当然要负责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转线 0800-566-688